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 潮水真壮观 是啊 万马奔腾振天动地 让人心中好不畅快邻里 爹 先生说过 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老师 孩儿将来也要像这潮水一样 志向高原 志向云圈 自由奋进 功成明镜 好 人无志不力 诚儿由此红志 脚踏实地去努力思现吧 爹 孩儿的志向是为了您 还想和您约定好 您一定要等着孩儿 亲眼看到孩儿功成明镜 好 爹一定等到那一天 只是不知诚儿如何理解何为功成明镜 先生教导过我们 功成明镜不一定就是当大官或者挣大钱 爹 您看 好大的海螺 这是风扬的大海 亏赠给人们的 孩儿要和海螺一样 做这大众有意义的人 要有圣贤之德 圣贤之能 这就是孩儿的功成明镜 爹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爹 不如就用这个海螺 做我们之间约定的纪念吧 好 你杀谁呀 再帮我拦住他 站住 你 你 你怎么不帮我拦住他呀 他 他 他是贼 贼 我拦了 可他跑了 他还没有你高闹 你根本没有尽力 我 你上次都说不再理我了 这次你有了困难 我 我尽力帮你了 娘 娘 我尽力了 尘儿 爹去买种子了 饭都好了 自己先吃吧 吃完好好读书 哪里 爹去买种子了 哪里 爹去买种子了 那里 爹去买种子了 哪儿 programs 好 爹去买种子了 我尽力帮你了 我尽力帮你了 都猝成练乱种子了 怎么那么多 你的鸞�东西 您最 Hero 她是从烟囱进入屋里的 没用了 她早跑了 都怪我 没帮灵儿拦住她 连心因苦苦挣了钱 都被偷跑了 辰儿 你家 婶婶 我家被偷了 这 婶婶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先跟婶婶到街上去看看你爹吧 什么 道哥 你醒醒 爹 你怎么了 婶婶和叔叔刚刚在街上买东西 正好看见你爹爹被一个小孩撞倒 那个孩子一转眼就不见了 小贼 婶婶看你爹爹只喊沉儿 怕耽误事就赶忙把你喊来了 爹都是孩儿害了您 爹 爹 你醒醒 你再看孩儿一眼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你说过要等孩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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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已处理妥当 只可惜受伤时如不妄动的话现在情形会好很多 大夫 爹现在怎么了 病人许是疼痛过度 引发了心脏肌患 伤伤加伤了 这 趁来 真是 我们当时太急了 就 爹 孩儿错了 你不要离开孩儿 大夫 我爹他为什么 只是酸了一跤就骨折了呢 孩子 人老了就很容易骨折 心脏也不好 稍微受了刺激 就会引发心脏肌患 需要长期细心照料啊 人老了 急不得呀 爹还是老了吗 爹没有因为 节省力气吃的营养 积极锻炼而变得年轻 爹不会长寿了吗 陈儿啊 还没吃饭吧 婶婶给你做好了 婶婶 我不想吃 陈儿 婶婶一家会帮你照顾爹爹的 爹爹的腿骨愈合了 人自然就好了 别太担心了 来 吃饭吧 不然爹爹醒来看到你饿坏了 会更着急的 婶婶 我真的不饿 你还在生我家的气吗 婶婶 我没有 爹和娘为了你爹可伤心了 你这样会辜负爹娘的一天好心的 我 没关系的 陈儿 婶婶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我们先走了 饭别凉了 原来我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爹没有变年轻 爹还是会老的 我越来越老的 爹等不到我了 也许连我长大都看不到了 更不要说 共争民旧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美梦 爹只是安慰我的 将来就是我一个人了 我该怎么办呢 爹 你醒醒吧 看看孩儿 大海龙 请你保佑爹早点醒来吧 爹 你答应过孩儿的 爹 你醒了啊 爹 很疼吧 大夫已经给您的腿伤固定好了 爹觉得比昨天疼得轻了 只是心跳的厉害 大夫说是腿伤引发了心脏疾患 说如果叔叔不背您回来就好了 看来陈儿有些责怪领儿爹娘了 没有 爹都看出来了 但语报远远望 更何况人家是为了救爹做的对啊 孩子是担心爹 宽宽的胸怀做起来并不容易 但是陈儿要想成为厚德博学的君子 将来还要完成利益天下大众的人生 必须要尽快磨练呢 是的 爹 孩儿明白了 陈儿一定是一夜未眠吧 爹 又让陈儿上心了 不 都是孩儿的过失 孩儿没有拦住那个小贼 什么 爹 是孩儿子说的 孩儿没有做到宽容 过得不开心 春儿 你得要做到波尔托才行 是的 爹 长儿不敢让爹失望 爹 您饿了吧 婶婶昨晚给咱们做了饭 陈儿 无疑小贤 舒至亲 人家一片关情 人情总是不可服逆的 不然反而会加重别人的心理负担 咱们先暂时接受 日后定要好好答谢才是 是 爹 孩儿谨记 还为您吃饭吧 陈儿 怎么了 是不是爹爹状况不好 爹爹还没有醒来吗 爹醒来了 爹还说您做的饭好吃呢 爹爹醒了就好 我 我是来向您和叔叔 还有灵儿道歉的 这 哎呀 春儿怎么说 叫我们怎么担当的起呀 是啊 本来错在乎我们 我们怎么也弥补不了你爹爹的身体 不 叔叔婶婶帮助了爹 我不该怪叔叔婶婶 还有灵儿 是我太小心眼儿 没有帮你尽力拦住那个小贼 他害了自己的爹爹 是我太自私了 是我害的爹 根本不是叔叔婶婶 陈儿 别这样责怪自己 是啊 定辰 明天是我太任性了 其实我知道 是事情太突然了 你没有反应过来 我不该怪你的 陈儿 今后你和爹爹的饭食 还有其他生活用度 婶婶都包了 直到爹爹痊愈 不 这怎么可以 陈儿 婶婶决定了 不要再推迟好吗 这也是婶婶应该做的 我 我不知该怎样报答婶婶 我今后一定好好教您儿读书 只是 也要答应婶婶一个条件 你的婢桃一定要勤家娇水 不可以让她枯萎 你明白婶婶的心意吗 承儿明白 婶婶是让承儿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明儿 我来教你读书了 小铁爷种 其为人之本语 紫月 灵儿 对不起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在想给娘补送礼物 为什么 是你娘要过生日吗 嗯 不 是我自己的生日 就是小贼来的那天 那天是你生日 是的 我本来准备好了等娘回来 可惜 嗨 对不起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是不知道在给娘补什么礼物 我不明白 你的生日为什么要送给娘礼物 你不知道吗 我们的生日其实是母亲的慢日 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 不过你不许告诉别人 好吧 这是我的小宝盒 里面装的是我的秘密 这是我三岁生日时 爹告诉我 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是母亲的受难日 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 对呀 母亲怀我们时吃不好睡不好 爹告诉我 娘怀我时手脚都是肿的 母亲生我们的时候是最辛苦的 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看到多母亲不是因为生小孩而死去了吗 这是我四岁生日时 娘告诉我 爹为了我的诞生是多么辛苦的工作 怀胎事业不仅是母亲的难日 也是父亲最艰苦的日子 因为母亲和孩子两个人 都要靠父亲来照顾 所以孩子过生日 最应该得到礼物的是爹和娘 这张为什么是空的呢 今天是我五岁生日了 我想给爹娘写字 所以我才想读书 原来你读书是为了孝敬爹娘啊 嗯 地晨 你能教我写几个字吗 我要在这张纸上给爹娘写一句话 没问题 灵儿 今天谢谢你 你让我懂得了这么多 今后我要更加好好孝顺爹 诚儿 快 爹在腿里边痒痒啊 爹 是这里吗 不 再往下一点 是这里吗 不 再往里一点 还要再往里一点 还要往里 爹 这个木板爹真想把它给拆了 爹 您先别急 还要想想办法 这 怎么办呢 对了 爹 对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爹不怕苦 不怕疼 就怕痒痒 爹 您看 窗外的碧桃 花宝又长大了 爹 有一次先生还考过我一个以花开头的对联呢 上帘是 花乌春情 鸟韵奏成舞恐敌 还是对的下帘是 树亭日暮 柴声弹出复弦琴 爹 您说好不好 好好好 爹 您是不是心口又疼了 爹 您好些了吗 爹 您好些了吗 好些了 爹 您喘不上气是不是就会 啊 陈儿 爹还怕 爹没事了 爹 爹 爹 您安心睡吧 请上天保佑爹 一定不要突然离开我 我一定会好好照看爹的 这是我的小宝盒 里面装着我的秘密 对呀 陈儿的小宝盒可以装大的秘密 我的海螺也可以装我最心爱的东西 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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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也有一个秘密 好漂亮的海螺 好大呀 是我和爹在朝生日时的海边捡到的 好想的是你呀 这是我收藏的我爹的呼吸声 呼吸声 不对不对 这是海螺的叫声 不对 是我爹最平稳时的呼吸声 昨夜我亲自收藏起来的 哎呀 不对 不是海螺的叫声 我听我爹说过 好像是海螺里面的海蜂的声音 不对 就是我爹的呼吸声 你爹的呼吸声 你爹的呼吸声 你爹的呼吸声哪有这么响啊 我爹的呼吸声就是特别有力量 哼 你还读过那么多的书 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就是海螺做急的声音 电池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爹漂亮